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步叫霍泥 第二步叫捏罐 第三步叫烧罐 随即就从锅里咬了一勺热腾腾香喷喷的粥放在里边叫他喝 你看这个老汉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 结果这个孩子扑在地上贵些老汉 然后一边贵一边说 我一个童子也没给您 就是我没什么能够报答您的 对吧 我也没有钱 结果老汉就伸手拦住了他 嘴里又四畅非畅的说了句话 四畅非畅就好像是在念老话 但是又好像是在讲平时的这种口语 对吧 然后讲了个话叫什么呢 行个方便别提钱 帮帮人家不叫事 行个方便别提钱 不要什么事都要讲钱 帮帮人家不叫事 对吧 就是不要总把自己帮助别人挂在嘴上 所以读到这里我们发现这个老汉除了是个外冷内热的人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还是一个很有人生智慧的人 对不对 非常的有智慧 你看他总是会讲一些老话 对不对 不花力气没好泥 不下功夫不成器 这都是一些俗语 一些老话 再一个就是行个方便 别提钱 帮帮人家不叫事 这说明这个老汉呢 其实是一个饱经世事 然后呢 有自己的人生智慧 处世之道 这样一个人 讲出来的都是一些很有智慧的话 等他把热粥喝进了肚子里呢 老汉就跟他讲了 这一袋的浇泥好烧桃 他说这个最近这袋呢 特别容易烧 烧制成罐子 反正你也没事 那你就帮我把地上那些泥都捏成罐吧 你就照我刚才做法慢慢来做 一时半时呢 做不好也没关系 好 这个时候这个老汉就告诉了这个孩子 他说这个地方其实最适合干什么 用地上的这些泥去烧制罐子 那我们读到这里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故事 接下来要往什么方向发展 你在读文章的时候 脑子里边一直要奔根弦 就是你要像作者一样去推测 后面大概会发生什么 包括你要去想 作者要表达什么 这个孩子的名字叫罐 这个标题也叫罐 很明显这个孩子是个主角 但是接下来 他写到这个救了孩子命的老人说 这一袋的泥土最适合捏罐子 你也没什么事 要不你就帮我来捏吧 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也许这个叫罐的孩子 他的命运未来就是去烧制罐子的人 这里面只是告诉你说 这个罐这个小孩是怎么来到这的 怎么干上这个活的 对吧 仿佛是有命运 这样特殊的巧合的安排 罐就应声啊 开始捏罐 按照老汉的做法 一边琢磨一边做 一边琢磨一边做 就是做好一件事情 一定要花时间去琢磨去想 做了百个之后呢 一个个开始像模像样起来了 有点像个罐子的意思了 等他回过头想对老汉说话 老汉却不见了 老汉却走了 窝棚内外找遍了 影子都没找着 怎么找也找不着了 简直感觉这个老汉像是上天派下来救他的人 对不对 给了他饱饭 然后告诉他 交给了他做罐子的手艺 那这个小孩呢 就继续一看 窝棚里还有半锅粥 够他喝上三天 原打算喝完烂粥 接着往前走 可是当他待在窝棚里的这三天呢 他慢慢的就把老汉那几句四唱非唱的话 给琢磨明白了 他就想明白了说 这个老汉唱的那个话是个什么意思 后面说老汉不仅给他周和 救了他一命 原来还教他做罐 所以后边就是具体的交代 老汉的那几句话 那四句听起来像歌词一样的话 到底是在讲什么 前两句说 不花力气没好泥 不下功夫 不成气 这是在教他什么呢 教他活下去的要领啊 就是一个人凭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活下去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你要成气 大家知道气是干什么用的 气是给别人比如说成饭的成东西的 对不对 所以气这个东西 你知道什么叫气 气是对人有用 对别人有用 才叫气 所以大家明白吗 你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你对别人有用 关键是你能够给别人创造一些价值 能够帮助别人做一些事情 比方说这个杯子我们为什么愿意留着它 因为它能盛水我们喝 不是因为它自己想要生存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人的处世之道啊 一个人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的关键是自己有本领 这个本领能够为别人提供帮助 提供好处 提供用处 这才是关键 这就是教他活下去的要领 当然怎么能够成气呢 怎么能够有这个本事呢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这三个字 叫下功夫 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其实已经教了这个孩子你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光指望着要饭 光指望着讨别人手里的一口吃的是没有用的 你必须得自己有点本事 但是这个本事靠什么呢 靠你下功夫花力气 这就是教他活下去的要领 后边两句话说行不方便 别提钱 就是顺手帮别人的事 不要动不动就讲钱 帮帮人家 不叫事 对吧 帮一帮别人 不要总是念叨着 不要总是记挂着 这是在教他做人做事的道理 所以这个孩子是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 从小要饭长大的 受了各种的难 当然也没有什么文化没上过学 不是字 但是就这四句话 可能就能够足够他受用一生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 读书是为了干什么 真不是为了识那几个字 读书是为了明理 有时候道理其实不需要很多 但是我们通过读书的时候 能够逐渐的体会到 最后你发现大道质解 对吧 说到最后真正受用的人生道理 往往就那么点 但是呢 看你是不是能够逐渐的悟透 对吧 最后这个孩子就想了 这个烧桃的棚子 不就是老天爷给他安排的一个活路吗 这个孩子快活不下去的时候 碰到这么一个地方 那么老汉是谁呢 没人告诉他 所以感觉这个叫惯的流浪的小孩子 碰到了这个老汉 学到了做人做事的道理 也学到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本领 生存的关键 对不对 我们讲生存的关键是什么 是有一技之长 让自己有用 那怎么能有一技之长有用呢 关键是啃下力气 啃下功夫 做人做事的道理是什么 是要学会与人为善 要去帮助别人 不要整是想着自己 这就是他学到的 对吧 很简单的几句话 后面说 多少年后 金南有一个小村子 原本是默默无闻的 由于有人淘气做得好 而渐渐的温明了 那我们读到这里 知道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小村有名了 很明显 当然是因为有人做淘气 做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人是谁呢 必定是这个罐 这个小孩